最大感觉是跟 江宇都基隆的生活百态 融合在清明上河图的构图 制作成绿挂咖啡 还有代表庶民饮食文化的调酒三光 这款口袋飞软香肠 都是入选基隆实践特色伴手礼 基隆之心 赞 一般市民对于基隆有哪些伴手礼 很难具体说出 基隆市政府从29家业者 去实践商品 选出实践伴手礼商品 像是人气之心 获选商品 玩进辣椒酱 将瓶变成块状包装 让消费者接受度大增 针对消费者需求 是这次Castar 特别帮我们去设计的小包装的 能够符合消费者的需求 几乎来讲 我们这个 其实一推出10个 这两个做比较 10个有9个都要这个 那这是针对消费者 消费者需求的方式 然后加上 文创方面的一些包装 我觉得是相当重要的 就是希望说让我们的基隆 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食物可以推广 那其实基隆还是有很多 不一样的伴手礼或纪念品 我们这次去新加坡的时候 其实也有带了几样伴手礼 到新加坡 也有送给新加坡的友人 那他们都还蛮喜欢的 那因为新加坡其实跟台湾 真的长期都是非常友好的关系 影视啊影剧 所以他们对于 因为其实很多的戏剧 很多的电影 有些都是在基隆取景 那所以其实他们对基隆 都有一些特别的情感在 那我们这次带着我们基隆 很特色伴手 去送给新加坡这些 友人的时候 他们也希望说 未来是不是有机会 可以在这个 他们的超市 或者是他们的通路上面 可以看到 那我们尽量来跟这个 我们中华民国代表处 在新加坡 驻新加坡代表处 来促成这件事情 还有这一款大礼包 结合了鱼品宣传 海鲜米粉 调酒三光 丸镜 辣椒酱和咖啡包 更是经过设计师 优化后的产品 纳入官方伴手礼的设计元素 未来将是基隆伴手礼 行销的主力 有别以往 师大伴手礼争选方式 政府今年改推出 KSTAR基隆之心 分成师大类别 不仅展现 基隆商品多元的特色样貌 更将商品设计进行优化 很多我们的青年的 这些设计家 然后来把整个包装 是弄得色彩缤纷 然后是非常有一些 基隆的在地元素在里面的 所以现在呢 开始很多一些 各县市的好朋友们 也会来基隆观光旅游 然后透过这些伴手礼 也可以让他们 更多的认识基隆 然后甚至可能 从这些包装里面呢 就觉得哇 对基隆真的是 非常的充满好奇感 然后甚至想要去多认识他 所以我觉得这个 伴手礼的部分 其实它会是一个 很好让大家去认识 基隆的一个美界 基隆实践伴手礼出炉 这些好东西 不只能够传承口碑 更希望能够提升知名度 并带动买气 记者黄稀鸣 记者 bringing on Yup 记者黄绍铛 ons Chili 记者黄绍铛